我告诉大家今天国内的公监法的消息 孙立军案、孟建柱案、王岐山案和傅政华案 在过去几个月来在共产党政法委内叫自动报案 自动向组织坦白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现在党内政法委内锁定在政法委 特别是公安部内部大概2800人 公监法5000人 社会上大概在3000人 小一万人 就是这些人都是涉及这个案子重大的犯罪嫌疑者 现在公安部是多少人呢 主动的去上组织坦白了呢 476个 社会上不超过100个 从前天开始 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秘密抓捕 中共最上层常委会决定 涉及到了任何一个人 绝不放过 边控十万人 你们共产法没被抓的 家里边有钱的 跟孙立军、孟建柱、王岐山、傅政华有关系的 我告诉你 这只是第一步 我再告诉你们第二步 你现在跑还来得及 凡是你跑出来的 只要是跟这些人有关系的 找新中国联邦农场报道 我们保证你三个月 免费吃喝 如果你能立功带来绝密文件 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你一定的奖励 我说话算话 各农场主 凡是涉及到 孙立军、孟建柱、王岐山、傅政华案的 跑出来的体制内的人 一律给你安排 妥善的根据材料贡献大小 给予激励 马上兑现 另外一个 下一步是什么 在全国范围内 大概是六月中旬开始 清除所有的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立军的余毒 将进行大面积的全面抓捕 这个是由谁来执行的 所有技术方面 全部是三部配合 军方配合 你们要不相信 咱们走着看 最后我再告诉国内的政法委的体制内的人 下一个政法委的书记 对待你们这些人会更狠 如果你不相信新中国联邦 你看看郭文贵怎么对待 盘古玉达的兄弟姐妹们 看看我们怎么对待战友 看看你们办的案当中 我是在中国这些三十年怎么过来的 不要看我现在怎么说的 看我过去三十年怎么过的 你们自己决定 欢迎你们到新中国联邦来 一起消灭 威胁你们生死的中国共产党 你们只有后媒体消灭了中国共产党 你才能再回到你的家 或者你就等着 现在抄你的家 灭你的门 不信你走着看